澳大利亚北部海域发生了船难 一艘在有近50人的观光游艇突然起火 虽然没有造成任何人死亡 但有部分的游客身处不适被送院接受治疗 海面上的游艇冒着熊熊火光 浓烟滚滚 42名乘客和4名船员及时利用冲气艇逃生 船上载游许多是年长中国游客 一些出现脱水 胸部疼痛等症状已被送院治疗 二十五米长的游艇石火烧毁后最终沉入海底 警方表示多亏船员的救援讨生措施正确合计时 才避免人员伤亡 据当地媒体报道 最先起火的是游艇的引擎控制室 事件还在进一步调查中 有点兴趣的警方 我感到没有事了 我希望你能保证 这次就会给大家看到 有点词 我们的词词